大家的檔塔讓大家久等了 很抱歉 因為其實這部片 我早就要拍好了 可是因為我拍好的時候 拼銜就直接公布了一段錄音檔 讓整個故事有很大的翻轉 那我這邊要先社會大眾抱歉 因為這些事情 就引發了很多 紛紛牢牢 造成社會觀感不佳 所以我先跟大家做聲抱歉 因為確實 烏二戰爭啊 還有整件事情的 死源就是我 因為我拍了過程的部影片 因為拼銜把那個錄音檔 公布出來的時候 大家一定對很多事情很好奇 像是有沒有收錢啊 我跟烏鴉的關係啊 為什麼當初我會接到這個案子啊 我跟金正啊 跟努努妹啊 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我跟整個直播組之亂 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今天這部影片 我就要完整的還原整件事情 畢竟拼銜放出來的錄音檔 對我來講是非常大的抹黑 甚至是胡說八道 不要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給他錄那個影片 我等一下後面再講 一開始就要想到就是 我當初怎麼接到鍋子這個案子 鍋子是廠商提供的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拍T爆的東西 有很多人給我很多資料 不管是汽車假廣告 還是食材類的 還是怎麼樣 那基本上我覺得 只要能揭發一些不法不公不義 我就一直都滿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鍋子廠商那時候來找我 那第一個就是要手整 去瞭解他提供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報 那是不是像他說的這麼的不好 那對方到底有沒有錯 該廠商的說法呢 就是因為評審嘛 直播的時候 一直在攻擊其他直播組的鍋子有毒 來凸顯你的鍋子是好的 生鮮什麼樣都去毀棒 直接說別人不好你的最好 其實我整個影片的重點就是 產地 因為鍋子沒有不好用 我沒有去扯什麼鍋子有毒怎麼樣 至平先領一直用 2008年杜邦的鐵弗龍中毒的資料 去恐嚇所有消費者 讓所有人都覺得 喔他買到鍋子有毒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很久了 鐵弗龍的科技發展 其實大家的含量都已經 我不要講沒有啦 符合法規 包括你的鍋子也是 那我附上我跟廠商的一些專業對話 對話就是我要去搜證嘛 我要去學習 我要去了解 今天為什麼會這樣 我拍的最大原因就是產地嘛 因為我收集到證據 跟我拿到證據 跟我自己靠自己 再去對應的證據 種種核對起來 今天鍋子就絕對不是台灣製 再加上今天給我的鍋子廠商 其實也不只一個 我不講誰 全台灣最大做鍋子那幾個 給我的完整的資料 來證明 你的鍋子絕對不可能台灣製 好那這邊其實我不需要多講 因為其實 大家去看我第一部 甚至第二部 都有滿滿的鐵證 可以證明你就不是台灣製 而且你從來沒有回答過 你的工廠在哪裡 我在整理素材的途中 其實就有發現第一件尷尬的事情 裡面的素材 有一點點部分是烏鴉拍的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是直接去問廠商說 為什麼會有烏鴉的素材 必須先跟觀眾講 我那時候跟烏鴉的關係 並沒有到非常好 而且我們很久沒有聯絡了 那時候廠商給我的說法 是烏鴉那時候很忙 在忙NFT的事情 所以他中間就不拍了 那當然對到後面烏鴉說的話 真的是對不起來的 我只講我當下收到的資訊 第二個烏鴉知道這件事情嗎 如果他不知道或是不同意 我就不會拍這部影片 那廠商的說法 那時候是烏鴉同意了 可以讓我拍 才會繼續進行下去 所以觀眾不要誤會 我當初接這個案子 跟烏鴉一點關係都沒有 東西不是烏鴉給的 所有資料也都不是烏鴉給的 而且這麼多資料 我做得這麼辛苦 也只有那一部分是烏鴉 就是馬路塔 跟老闆娘對話那段影片 其實就是那個而已 其他都不是 當初廠商請我拍這部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很正常 比如說有人叫我去接到電器 有人叫我幹嘛 很多人會叫我們做影片 都會問我預算多少 可是因為這件事情 又關於台灣價值 所以我那時候是跟廠商講說 一毛都不收 不需要 我覺得對的事情我就做 而且我跟洛西那時候 熬夜趕了三天 把這部影片做出來 中間所有的證據 一直在污蔑我 什麼A-B什麼樣的 洛西你可以直接幫我作證 其實這種影片啊 其實就很單純 就是我跟他的事情 我證據完整 他回應我 這件事情結束 不應該搞到今天這麼複雜的局面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對方非常會轉移焦點 跟寧開戰場 後來我發現 我無意間扯到了直播組之亂 一直被東捨七捨 而且亂抹黑 我也不用演啦 其實我就是扯入了 救救妹跟福哥 還有拼仙的三方的戰爭 可是我一直跟自己講說 我只要做的對的事情 其實他們怎麼吵架 跟我都無關 只是後面越來越複雜 支線越來越多 倒是後面焦點 都被拼仙成功的轉移 原本對的事情 好像只要扯到新政 扯到丟妹 扯到錢 我好像做的對的事情 就什麼都不對了 那時候影片在燒嘛 那拼仙就不斷攻擊救救救妹 身份指名道姓 就是說 丟救妹指使我去拍這部影片 說我乞丐狗啊 說我怎麼樣的啊 都有跟我辱罵嘛 各種轉移焦點啊 說要帶大家看工廠 結果說我恐嚇工廠 所以他們不能看 夠荒謬吧 我懶得講 不然就給大家看倉庫 根本就不是工廠 各種迂迴 還能去盡一千片鐵片 打樣演給誰看 而且最好笑的是 你口頭聲聲說自己的工廠 你這麼愛直播 你怎麼不去工廠直播 拿個手機在那邊晃 說什麼你的製程怎麼樣的 那我現在直接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要拿手機這樣晃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 做風潮鍋的能力 他們只有打樣的能力 所以如果直接去工廠直播的話 破綻會太大 因為在後面看的 都是台灣專業的廠商 放心給我資料的人 絕對不是新鎮 就是我後面的那些人 他們一定看得出來 這個工廠有沒有生產 風潮鍋的能力 那些人都知道 你的那些所謂的倉庫 所謂的工廠 在做什麼骯髒事情 你號稱台灣國王獨家技術 我們目測啦 你一個模具至少都要兩千多萬 正常來講 你應該要很多的牌子 你才有辦法去吃這個量 但沒有 每次問你工廠在哪 你就說鍋子很好用 怎麼樣的 每次問你工廠在哪 你就是說你有什麼獨家技術 什麼連鍋子有毒 每次問你工廠在哪 你就說什麼 我們四十八千萬 什麼專利的 每次問你工廠在哪 你就封鎖人家 你不是還有三部商留言嗎 媽的流線對你自己有利是不是 四十八千萬 什麼獨家技術 德國技術 當你唬爛好不好 你全部都唬爛 我也常常唬爛 我很有錢 都唬爛 我也常常唬爛 我很帥 我也常常唬爛 我機機很大 你現在只要告訴我 哪間工廠就好了 不是你的也沒關係 畢竟我們的初衷 是要幫助台灣在地產業 只要工廠在台灣 我們就應該去支持它 再不行 好 拼一千你他媽 你口口聲 說你鍋子台灣製 我姑且相信 所以我今天請林董事長 他超級喜歡支持台灣事業 如果是台灣製的話 我就跟你下單兩千個 兩千個 對兩千個 然後我們直接做義賣 我希望你直接開放宴廠 請林董直接去看 真的全部都是台灣製的 因為我們是要幫助台灣企業 對對對 算幫你呢 幫你增加營業額 而且我還可以直接跟你道歉 因為你真的台灣製 如果不是的話 希望你要很合理的解釋 對 至少讓社會大眾知道 不是大陸的東西不能賣 一樣可以賣 但是我們要標示清楚 拼先等你喔 這樣可以吧 夠聽你了吧 你可以跟我講 你工廠在哪裡了吧 這樣很難嗎 這樣都拿不出來 鍋子沒有不好啊 你就是用低價的成本 加上我們台灣價值 去賣高利潤的商品 去騙我們台灣人嘛 啊不是他媽很秋嗎 秀那五百萬 現金很多是不是 要不要抵存款是不是 全台灣 只要有人在幫拼先 或是馬路塔做鍋子的代工廠 有在做蜂巢鍋的 拜託下面留言 我看哪個代工廠 要出來幫你講話 我現在就播一段影片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 台灣製造 台灣生產 正版的台灣製造 蜂巢鍋 也就是你說的淘金鍋啦 這種我們就在不鏽鋼的表面上 在噴不沾的塗層 變成它是不鏽鋼鍋 但是也有不沾的效果 做鍋具的行業啊 在台灣已經很少了 我們想說如果我們再沒做的話 就台灣幾乎就失去 以後只能買鍋子 就只能買中國製造的 就找買台灣的東西了 好 再來我要跟大家說聲 抱歉 因為影片確實有一個 我失誤的地方 我講錯了 所以我先道歉 我不像有人啊 做錯事不道歉 就是標章這件事情 確實鍋子它沒有微笑標章 只要符合法規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 去讓台灣人知道 這個鍋子是台灣的字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不代表你可以他媽自視標章 然後唬爛觀眾說 那是精疾不頒發的 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可以自己做 可是我們不能說是精疾不頒發的 那至於誰講的 再讓你們看10次 如果今天你沒有心虛 請問一下為什麼你要換包裝 然後把你當初設計的 台灣製的logo拿掉呢 你不是很厲害 你不是很秋 到後面大家都有發現 其實我不想吵的 因為這件事情吵了很無聊 所以我就提告 告他大漆標示不實 結果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只能等 我也要跟大家再道歉一次 台灣的司法 其實就是這樣子 台灣大漆的罪責就這麼少 刑責這麼低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 去以身釋法 他們最後付出的代價 其實不大 那最後受傷害就是消費者 那當初其實有人 為我為什麼一直不踢爆 丟丟妹 跟你們講我真他媽的有人 第一件事情 丟丟妹當初被爆料公社 爆料賣假和牛嘛 那我那時候就去查 他去跟誰進的嘛 想真的 其實真的很像假和牛 可是我 一問就是伍赫 伍赫是誰 伍赫是全台灣和牛賣最大的 如果大家 還不知道他是誰 我第一部影片就是被伍赫告的 我現在也有跟他非常多的合作 他們三天 我跟酷圓去拍過 那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捧場一下 去試一下台灣 賣和牛最大廠商的店 因為他那時候 可能有些消費者 買到頭跟尾 長得很醜 就丟丟妹的做法就是 完全退廢 伍赫的做法就是 全車負責到底 那請問一下 我要踢爆他什麼假和牛 你們每次就叫你踢爆踢爆踢爆 請問一下你們證據完整嗎 第二個 那時候拼銜為了要轉移焦點 爆什麼回收箱的肉 好啊回收箱我去查 幹廠商是誰 辛伯 那辛伯是誰 185的總代理 跟自然有總代理 我都還沒有準備要查 從人家的業務 總經理都已經直接去現場 幫他們背書了 然後你憑一個回收箱 說人家賣過其肉 誰可以給我舉證 辛伯賣過其肉 或是丟丟賣過其肉 嘗試都沒 那些蝦子本身就會自帶 而且找一個民間SGS驗出啊 就在那邊恐嚇觀送 說人家蝦子有毒 結果你自己賣的蝦子 給人家多一倍 這就不就有什麼招數嗎 轉移焦點 反正回不了就不要理 所以以後不會再回應了 我接下來只要問 工廠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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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大家最好奇的一部分嘛 因為其實烏鴉在館長的直播裡面 也沒有講到非常清楚 就是我跟烏鴉為什麼交二 由我這邊來講 他其實也希望我自己講 三年前因為疫情呢 重創我事業 所以我開始想要經營我的自媒體 那我在什麼都不會的情況下 最快解釋是什麼 找認識的人來教我嘛 教我怎麼拍片怎麼樣的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介紹了Bump來給我認識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識Bump的原因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他就說好那幫我 那時候他覺得 欸其實惡棍娛樂可以幫我 所以他帶我去認識烏鴉 當時惡棍娛樂的名聲是非常高的 對一個初學者來講 我那時候心情啊 如果可以加入惡棍娛樂 我是非常非常興奮的 因為惡棍娛樂那時候 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好的 那時候在別墅嘛怎麼樣的 而且他們都是在做正義的事情 那當然跟烏鴉聊完之後啊 烏鴉也覺得我非常有機會 可以成為一個好的YT 當時烏鴉開出來的條件 也非常的甜 跟我講了很多他的一些 憧憬跟規劃 也覺得我可以幫他什麼 那我當然是就是 非常興奮嘛 甚至用我身邊的很多資源跟人脈啊 希望可以幫助惡棍娛樂更好 那烏鴉其實也很夠一切 我都還沒有簽約怎麼樣 他直接幫我辦了一場 記者會宣布說我要加入 而且也請紫帶人幫我拍片 教我一些拍片技巧 而且紫帶人是我自信的 當我準備要簽約的那一刻啊 其實就是惡棍娛樂 快要解散的那段時間 那自然而然 我進去的時候 就有發現他們內部有些問題 憑我自己的觀點 覺得我不應該加入一間 有問題的公司 最後決定不簽約 但確實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清楚 甚至還白白上了 紫帶人教我兩個月的課程 這點烏鴉也完全沒有跟我計較 畢竟我不應該用我個人觀點去聽信 任何人跟我講的任何一句話 任何觀點 那時候我應該要相信烏鴉才對 畢竟我不是革命出來的那些人 烏鴉或許天生容易猜忌別人 讓人分不清真假 最後造成彼此的猜忌 可能跟他過去一些事情 有一些關心了 造成他今天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今天在場 沒有人可以說什麼 也沒有人資格可以說什麼 或許他想的就是比別人多 那大家可能覺得他愛騙錢 據我所知啊 惡棍娛樂啊 真的旅行完合約的 只有一個人而已 奎丁 但烏鴉從來沒有跟任何人 要過任何的違約金 因為烏鴉希望大家好去好散 相信這點烏鴉內心是善良的 光這點白紙黑是應該就可以繞不少 但烏鴉從來沒有這樣做 總是把最好留給身邊的人 不惜成本 總是想把最好的影片 留給觀眾不惜成本 那可能也是他 真的沒有錢的最大原因 我只希望烏鴉可以早日康復 以烏鴉才華一定可以回到 當初大家最喜歡的那個烏鴉 像我那時候最喜歡的烏鴉就是 他留言中這些者嘛 他的都市傳說 開箱實測 因為他的影片就是看起來很過癮 又很好笑嘛 又有一些正面能量 Bump那時候也離開了惡棍娛樂 可是因為他當初承諾 大家一定要帶我當外T Bump親自帶我拍教我颱風 我永遠忘不掉那個開場 就是在我餐廳練了6個小時 就是爬桌子那段 那這部影片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記憶 因為他一直跟我講說 第一部影片一定很重要 一定要好好拍 甚至我現在的片師 洛西都是Bump介紹給我的 那我跟烏鴉關係 因為前面我講的 所以我跟他一直都有一層冰的關係 甚至我都有聽到 他在外面講我一些壞話 可是我知道事情的根本 其實我被罵剛好而已 所以只要我在外面提到烏鴉 都是說我對不住他 當時確實尷尬 那正常人一定都不敢簽 很多人都覺得我沒錯 而且以結果論論來講 二棍娛樂真的確實解散了 但烏鴉有沒有幫過我 或許他跟別人真的有不愉快 但當下確實他完全沒有對我怎麼樣 憑我的個人觀點 去違背我的承諾 就是我錯 即使這樣 只要我在做對的事情 甚至遇到困難或做錯事 他都來關心我 像我當初跟GoGo吵架 他還勸我不要吵 台面下的和解 就好他幫我喬 當初我跟黑貓貨運的紛爭 他覺得我太兇了 他覺得我不應該 在把一間重大貨運這樣搶 那我也聽他的 那還有踢到這些麻煩怎麼樣 其實他一直都有在默默的關心我 就有一些意見 而且即使他在杜亂我 當初我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以他那時候的聲量 直接說我是一個叛徒 我基本上是做不起來的 因為他一年有我就死了 過了很久 應該超過一年啦 直到我上了鍋子這部 一直到小明哥 某天忽然對我辱罵 這大家都知道事情 小明哥的恩怨已經結束了 我剛才目前也不錯 所以我就不多做解釋 拼拼那時候就是抓到機會 因為他看到小明哥在罵我 所以主動去找小明哥 跟他做了一個善事 捐了25萬去做代用餐 目的很明顯嘛 因為他發現有共同的敵人 那時候小明哥在罵我嘛 啊不然一個彰化的直播主 我們要找一個北部的餐廳做代用餐 代用餐這麼多 你怎麼會偏偏要找他 就是目的很明顯嘛 不過我要再謝謝你啦 你有花25萬去做善事 我今天才有跟小明哥 有破冰的機會 我今天真的要認真謝謝你 希望你要繼續支持小明哥做代用餐 最好是每隔月一次 代表那些全台灣需要幫助的人 跟你說真謝謝 畢竟做善事不分好壞人 直到有一天啊 小明哥主動去找拼仙 那時候其實我心情很複雜 就覺得哇幹你娘 小明哥這麼明理是非的人 親愛親愛去找他 然後他在回程的路上 就開始飆了嘛 鳥鴨 鳥鴨 哇我真的我看這一波 他媽的社會亂想過 你在操作喔 各種他媽的踢爆 你們他媽的個亂踢都踢爆 超你媽的鳥鴨 就是你啊鳥鴨 我們沒有認識很多人啦 我們混的沒有很好 沒有你好啦 躲在後面操作 很會喔 後面找到 你也就是你媽的 踢爆戲 什麼勾七八毛的 臭你媽的你小弟 什麼七八毛塔的 也你小弟 山音風點鬼火 他媽那個B 躲在後面你媽哭哭哭哭 在後面一天到晚 他媽沒完沒了的 操作這個操作 一定會是不是 他也標烏鴨嘛 那為什麼標烏鴨 一定是拼仙 跟他講的影片的始末嘛 提到烏鴨 拼仙甚至讓小明哥誤會 烏鴨就是我跟勾二老闆嘛 所以那時候小明哥 連勾會是罵嘛 如果有幾天我發現 小明哥在直播 忽然講烏鴨去堵他 我整個傻眼 所以他去密烏鴨 說你幹什麼事 那烏鴨也是冷冷的回我 那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烏鴨後來有在問我 鍋子的進度 後面怎麼樣 問我為什麼證據那麼足 還打不下來 甚至開始責備我怪我 那一個百萬YouTuber 踢爆這麼兇狠的 我當下的心情其實就是學習 一直講說 好那影片我做不好 那我覺得 哪邊要調整 可是烏鴨這樣開走 我覺得他後面幹越來越不對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 烏鴨跟我應該是一起的 所以我把我所有知道的情況下 所有的資訊都跟他講 但後面他會把我的話 再去跟別人講 讓別人誤會我 甚至開始利誘我 套我話 還有恐嚇我 喔那時候真的是 我必須承認那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恐慌 而且精神壓力非常的大 你會覺得 我明明就在做對的事情 為什麼烏鴨你要這樣對我 其實真的很痛苦 甚至我到後面呢 我都還懷疑 他會不會跟拼先 根本就是一伙的 也是因為這時候我才知道 喔原來當初鍋子這案件 烏鴨一開始有收55萬 可是後來把他退掉 烏鴨那時候跟我解釋是說 喔因為他發現 這件事情就是抹黑 所以他把他退掉 可是我怎麼看都不對啊 啊幹證據這麼明顯的 為什麼是抹黑 所以他開始每天套我話 甚至還跟我講說 壞人就是JD妹 甚至還叫我幫拼先 叫我跟他們和解 然後去跟JD妹開戰 一直套我話 重點他一直說我有收錢 然後一直用軟的硬的 想要知道我有沒有收錢這件事情 其實我跟你講 你們要知道啊 這資訊量這麼大 其實真的很難判斷申請 人家說我那時候已經分不出 誰是人誰是鬼了 我到後面的時候 這邊有對話訓練 我直接崩潰了球烏鴉說 如果你一直懷疑我 你一直覺得我是壞人 甚至你一直覺得我在外面亂講話 那從今天開始 你不要再跟我講半句話了 因為你只要不跟我講 你就少一滴人 就少一個可以懷疑的人 這樣子我覺得對彼此會比較好 啊我今天沒收錢 我就是橫著走嘛 除非對方拿出證據 不然我是不會放棄的 直到我跟你講有一天啊 幹娘我真的也是覺得莫名其妙 他跟我講說我過關 他跟我講說 他一直想要套我話 他說他想要知道真相 他只叫我去看一件事情就好 他問了這麼多事情 搞了這麼多事情 他哪邊收錢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蠻傻眼的 我就覺得幹你啊 我實際上把事情做好一點 為什麼要搞這麼負擇 今天他講完其實我是 你要說怎麼樣 我是蠻 蠻畏懼跟他相處的 就覺得 我覺得這樣的朋友講話 真的太累了 那當然後面就是錄音檔被公佈 雖然其實我早就已經知道現況了 那時候我不想要拼先PO10秒 再回應一次 所以我那時候是蠻希望 一次把錄音檔全部公佈不出來就好 就是廢話那麼多幹嘛 所以我就靜靜的觀察 但裡面的內容真的是 他媽非常吐血 裡面有一句話 我真的超級在意的啦 欸烏鴉 你怎麼會覺得 我連10萬塊都拿不出來 這個錄音檔裡面 最傷最傷的就是 烏鴉親口跟拼先講說 新政付錢給我去抹黑他 解釋一下我跟新政怎麼認識的 我今天要拉那個人下水 就是南台灣最強的男人 東港強 其實當初新政是東港強介紹的 那為什麼想認識他 廢話 幹全台灣做吃的 誰不想認識就都沒有 我當然也希望他幫我賣東西啊 怎麼了嗎 這有什麼問題嗎 而且我必須說啊 在東港強裡面可以幫我講話 做丟丟妹生意的廠商 真的是他媽的超級困 你真的不要覺得 正視他就可以賺到錢 難之又難 他們的月結 他們的貨款 不知道壓到多少錢 這件事情大家一定會扯到 我很久之前 我幫丟丟妹拍了一部片嘛 那我那時候訂閱了2萬多吧 第一個我訂閱2萬多 丟丟妹怎麼可能找我一幫他業配 我是什麼卡小 再來我這邊附上 我那時候請粉絲 幫忙買丟丟妹的證據 因為對丟妹的那時候我看他直播 我也是看到快兔鞋 因為媽的超級難買 每次看他直播 看媽的在那邊跳舞 跳舞怎麼樣的 等到後面媽的要開始了 給我賣拖鞋賣什麼的 後面真的受不了了 就直接叫粉絲幫我買 我幫他拍完那支影片上片之後 他們完完全全沒有找我 可見那時候我多多廢 更可證明就是我跟他們 是完全沒有聯絡 當然那錄影檔 這件事情影響我非常大 因為其實很奇怪的是 就算我做對的事情 只要因為收錢 就會變得錯的 每天都有留言 逼我要回應 為什麼收錢怎麼樣的 甚至連我媽都懷疑我收錢 你看這件事情多嚴重 所有的朋友員工 也都懷疑我收錢 平軒用水君 甚至煽動他的觀眾 有惡意負評 造成我的觀眾退貨去買 Google被洗了很多不實指控 上次說我餐廳有蟑螂 說我他媽刺了辣肚子 我跟你講這個我一定提到 我已經在請人處理了 餐廳有蟑螂是一個多大的事情 作為我的餐點裡面有蟑螂腳 然後跟服務生反應 服務生跟廚師反應 都沒有要鳥它 幹呀這是大事情 你們憑什麼沒有來過 就可以這樣子攻擊我 那至於蟑螂子三天三夜 這個絕對也可以幫我告訴你 不過後來烏鴉有影片上了 那他的影片也有解釋到 我沒有收錢 而且也有幫我留言 請大家幫我評價寫回來 這邊就說說謝謝 平先今天所有整件事情 搞得這麼負責 就是因為你扯了這麼多人進來 你整天想看我部分 就基本上我這個人不欠錢 沒有案底 家庭新聞滿滿事業良好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我 那相對是你啊 你的案底啊 大家上網查就好了啦 自己做什麼骯髒丟臉的事情 我懶得跟你講 本身就是有充滿餘病的對話 如果今天你們的東西沒有問題 為什麼跟烏鴉這個對話 會長得這樣子 有什麼事情需要跟你老婆討論一下 最後說好啦烏鴉一百萬可以 你們到底想幹嘛 為什麼要給他一百萬 知道你一定就說 沒有啦我一直要套烏鴉的話嘛 他媽的烏鴉你要出來負責任 現在之後每個人只要說謊 就說再套話就好了 好最後講就是現在最夯的嘛 烏鴉的戰爭 烏鴉剛上完館長的直播 我用我自己的觀點看啊 這沒有對錯 其實很多小地方就有發現他們的狀況 兩邊我都認識 那烏鴉的爆炸點就是 狗狗有多部影片影射烏鴉 暗示他是壞人嘛不好的人嘛 最後他爆炸的就是 狗狗的一部會員影片 讓烏鴉受不了 直接罵三年三夜 狗狗也不是省油的燈嘛 直接反擊 然後公佈他兩年以來 所有的錄音檔 血流神河 觀眾是看得很爽啦 可是我個人感到遺憾 雙方可以達到的訂閱 一定都是曾經有很多人喜歡他們 至於狗狗 因為他這樣反擊 我也不覺得他贏的就是真的贏的 自己的朋友可以錄兩年的音 而且我猜我也被錄音了啦 畢竟男生有時候講幹話怎麼樣的 多少不知道欸 可能哪天躲著對他 你就來踢爆我吧 我也認了 只是我會覺得以後 你這樣子要怎麼跟大家相處 大家都知道你錄音 那請問一下 你之後聽到的東西 有多少是真心話 這是我自己覺得啦 或許你可能覺得沒差 或許你有自己的路要走 那保持尊重 其實當初我有跟你吵過架 我跟你再怎麼不好 你也是公開的公審 我也是講一些不是事的東西 那我也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們吵架嘛 吵架講難聽話是正常的 可是當初我就亂跟你不好 我看到你踢爆東深執教那件事 我是覺得 喔幹你這個超屌的 我也留言有支持你 而且那時候監督政府 監督財團怎麼樣的 就算你目的是為了錢 只要做對的事情 我就覺得值得贊取 而且甚至700萬標案 我也是直接幫你背書 因為你給我看到真實的證據 我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即使多少人在後面跟我講說 那個就是假的 可是我今天相信你就相信 我就願意幫你背書 甚至當初有人找50萬 要給我你的資料 去踢爆你的事情 我也是第一時間跟你講 因為我不想要有這件事情成真 而且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更想站出來去支持你 去挺你 去做對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這麼巧 那部影片一上之後 沒有人敢拍影片看他了 就有沒有這麼巧 所以大家不用去質疑 這點我挺你 因為這件事你的講是真的 即使你們在打仗 我覺得還是要舊事論事 講最白的 因為烏鴉那時候隊友偏見 他覺得我就陪你一起來說謊 我今天有事業 有家庭 有小孩 我不需要拿假的東西 去幫你背書 這個也太低能額了 至於烏鴉相不相信 觀眾相不相信 我根本就不在乎 只是因為你替人民發聲 我覺得該給你的支持而已 如今這樣吵架 看家副本 借人家三八隱私 到底誰沒有講過誰的壞話 大家也講過彼此的壞話 而且這場戰爭 見證我之前講的噁心 風向往哪倒 大家就往那裡罵 根本就沒有人看得清楚事情的根本 大家一定會留言說 事情的根本是什麼 其實我跟大家觀眾講 是根本沒有事情的根本 就是仇恨而已啊 就看誰開個副本比較多 誰就比較屌 觀眾不就是這麼的無知嗎 什麼時候我們這群人變成這樣子的 最後我想講啦 烏鴉 我不是你小弟 那你也不是我老闆 在YT界 你是我前輩 我也很尊重你 因為對我來講 只要是我不懂東西 我一定是低下頭 虛心學習 並不代表我是真的怕你 只是因為我尊重你 未來不管怎麼樣 你喜不喜歡我 想不想跟我來往 其實都沒關係 如果你有需要 我一定幫你 如果你現在還是懷疑我的話 那建議就是我們不要來往 以你的才華 我覺得你要東三賽事 我覺得一點難度都沒有 那夠二 我們也不是不熟 我們也吃了好幾次飯 喝了幾次酒 而且我真的很感謝你 介紹你的人脈 讓我今天的事業更好 說你沒聽我 也說不過去 那我只是希望你好好想一下 你做這些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你要的 那剩下你們要去血流神河怎麼樣 其實對我來講 我已經沒有辦法控制 我今天的這部影片 想要告訴大家我是誰而已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T爆絕對是死缺 你說換了多少名聲 你覺得這些名聲有用嗎 換了一聲臭名而已 而且一不小心 我親身體驗給大家看 一個歪掉 你看我就被幹爆 被流負貧怎麼樣的 那你真的覺得我賺到了嗎 絕對少之又少 對我的本業根本就沒有幫助 而且有蠻大的傷害 要面對負貧 還要對員工交代 還要花錢告人 甚至還要惹到黑道恐嚇 不收錢跟你講 真的是低能兒 所以從今天開始 只要有消費糾紛 只要有被商家詐欺 通通都來 與其相信台灣司法 相信台灣該死的消保官 乾脆我自己來 只要證據完成 真的受害 對方態度處理不當 我來幫你發聲 我先預告那些二手車廂廣告 他媽的那些假廣告 那些害年輕人騙錢那些人 我勸門先下架 第一個就針對你們 還有那些賣鍋旗肉 換標籤 我知道哪家 我一定一抓出來打 還有家具服飾 洗產地的各種產業 這次大片我見一個殺一個 當然這部影片最重要的是 我開抖內 你們可以不要抖啊 我只開而已 那大家一定會攻擊說 我不是終身不開抖內嗎 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有一部分的觀眾 一直蠻希望支持我 只是因為他們不想買冷凍商品 所以沒關係 我就開放這個功能 與其抖內 我還比較希望 你們支持我的電商 給我能量 一方面讓我有能力 去對付那些不法業者 而且我希望大家一起幫我收證 只要有不公不義不法 只要是對的我就一提 要幫助別人 必須要先讓自己強大 我是蛋堂 掰